HELLO,我是Joshua 今天就和大家去參觀一下 這個陪我度過了 我醫科畢業的醫學生宿舍 我們不如先進去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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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這裡就是Ground floor的stater room 其實考Final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會下來這個溫習 這裡就可以跟同學一起溫習 以及裡面都有一些普通圍 他就可以讓你去聊天 所以如果你想一班同學溫習 那都挺好的 還有這些床 通常在臨近考試的時候 他會放在這裡給我們練習如何做實驗 我們通常都會和同學一起去練習 然後在study room裡面就有一個mini gym room 所以如果玩玩一下書溫到很悶的話 就可以進來趴下步,做個運動 或者你可以拿一個啞鈴出去,一邊溫習一邊舉 其實這些study room真的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我想很多人都未必會去做運動 之前他還請了一些personal trainer 教我們做gym 這裏就是我們的pantry 他每一層就會share一個pantry 這裡有個無敵大海景 還有如果我們想馬上回qm的話,這裏就真的很接近 說起這個無敵大海景 我就想不如我直接上來天台那裏給你們看一下 這裏的景是怎樣 這裏天台其實是超級舒服的 我們之前試過在這裏BBQ 它是真的給我們的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帶大家來看看我的房間是怎樣的 這裏就是我的房間 其實我覺得這間房間,一個人來說算是挺好用的 他書桌也挺大 基本上你可以兩個人坐在這裏都可以 它本身就是一些很不舒服的膠椅 但我自己家裡拿了一張椅子過來 我的同學走不了之後,我就閉上了一張椅子 所以現在就完全可以配合出兩個人 這裏就是我工作的張桌 平時我有時會在這裏做 都是看心情的 這裏就是我的電腦 這裏有些是一些標準的訓書 例如這本Practical ONG 每個人都買的 還有有一堆是我在圖書館自己借的 就是一些練習 例如一些USMLD的問題 通常都是給我自己做題目 因為有時候就覺得 Practical的題目不夠 就想看外國的考試是怎樣考的 那我就會做這題目 提了我了 我明天要去還書了 明天到期了 之後呢,桌面我還有一塊 這塊這樣的東西 這塊就是Faculty送給我們的 我想是想預議我們在Medic的路上 會有些阻滯的 不是的 我想是給我們可以捏 有時候我大壓力的時候都喜歡捏 因為我之前就是會 譬如上課之後 有些什麼我就會寫下 有些什麼我要溫 一目了然之後 自己的溫習進度去到哪裡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堆這些零食 就是讓我溫習溫到太辛苦的時候 就可以吃一下東西 還有一些煮食的容具 因為我有時都會在外面煮一下食 那說起煮食我就厲害了 這個就有一個雪櫃 那這個是真的雪櫃來的 那它是可以 就是我有回裝一些東西 不過現在我就都清了很多了 那還有有時就會放一些水果在那裡 不過這些雪櫃其實是那些 車用的雪櫃來的 它不是真的好冷 那所以就不可以放太多東西在裡面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超級方便是用來抹地的 因為這裡其實是很近草叢 所以其實是很大塵的 所以如果你不抹地 不定時清潔的話 你就真的全地都塵的 還有如果一陣子不回來的話 有些東西會發霉的 不過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它這裡有一個星盤 是的 那個星盤就是 讓你早上洗臉的時候 不用出去 還沒睡醒的見人 還有它有特意做了一個這樣的膠 可以讓你貼牙刷 那些勾在那裡釣東西 那我覺得挺好用的 然後早上在那裡拆完 之後就可以穿白袍 然後就換件衣服就出門後了 那它後面這裡就是一個衣櫃 它下面還有幾個櫃可以給你用 不知為什麼它是整個宿舍 周圍很多地方都有這些勾 是不知道是上手還是誰貼的 那我呢就更喜歡弄了一盞燈在那裡 在我臨睡之前呢可以 就是 開一盞燈那樣 就當作床頭燈那樣 那就不用走出去吃了 我都很善用一些位置的 我會用上面的位置來掛衣服 那這些衣服就可以不用 在衣櫃裡面那麼臭 然後這個就是床 其實它本身就只給了下面這個 但我就覺得太硬了 所以我就拿去年去住那裡的床褥 超軟的床褥你加上去 那就可以睡得舒服點了 那其實呢今天就是我最後一天 住在醫學院宿舍 那這裡呢都陪我到過了 整個醫科的畢業史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就是為什麼要住醫學山宿舍呢 那因為醫學山宿舍是不會玩的嘛 那其實我們這個宿舍呢 就是通常就是給一些 final year的學生 因為它的位置很有限的 那但是都會有一些 year 5 year 4 那些人都可以 就是住在這裡的 那但是就是為什麼要住呢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有一些好早的課 那就是有些人都會選 就是在某些專科是特別做的 譬如好像surgery 外科 和苦產科 surgery 這樣 那它那個的 早上的grand round 就是7點半開始 那我們又早一點到 然後呢 因為苦產科 我們都要去巡訪 那所以我們早上6點幾就到 那所以如果你不住在這裡 那你就要好早上去 那還有住在醫學山宿舍都挺好的 就是當是一個地方 就是給大家安靜的溫習 那就是好像比閘告訴自己 那最後一年就要在這裡溫習了 就不要到處去玩了 那因為呢 就是在港大醫學院在沙酸道 其實是 裡面是完全沒有東西吃啦 那你真的要吃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去西環的 所以呢 住在這裡也是一個減肥的好方法來的 我來了這裡好像都瘦了幾kg 那還有就是我剛才也有說啦 就是我考試那段時間 我會在留下讀書屋那裡溫習啦 那有時都會和那些同學一起溫習啦 大家一起溫習都會有些動力啦 還有就是是一個我們可以下了堂之後 大家好像放了學呢 整大班人一起回去這個地方 那樣啦 好像都多了機會和大家聊天和見面那樣 還有有時間不久呢 在門口撞到一些人呢 都會可能就是聊一段時間啦 那樣啦 不過都不要呢 聽完我說完之後 覺得這裡好像很好那樣 好像天堂那樣 因為我有很多同學啦 甚至是大部分的同學 其實都很不想住在這裡啦 因為這裡又多昆蟲啦 突然間會飛進來啦 就是因為牠很近草蟲的 那特別你住在低樓層的話呢 那很容易會無緣地有野昆蟲飛進來 雖然呢 其實呢 牠是有蜿蜂 但是呢 其實牠是不在地工作的 就是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所以呢 就盡量就不要 是啦 我剛剛都在桌上有些拍下拍下經過了 還有這裡是真的超級不隔聲啦 就是如果你站在走廊呢 我現在這樣說話呢 你都很清楚這樣聽到的 那所以呢 就要 就是 就是住在這裡 就真的小心點啦 就不要吵其他人啦 那我現在呢 就收拾東西啦 收拾到七七八八啦 差不多一張所有東西都搬走了啦 好 拜拜 拜拜 還鎖匙 42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